齊鶴套斯文 不用等 馬上看就是你 奇王集裡尋常見 吹九堂前幾道文 正是個男好風景 樂花時節又逢運 由於這首 《江南逢你歸年 道府》 這首是作者道府 在江南逢生 李歸年 李歸年是什麼人呢? 原來李歸年在唐元宗的時候 應該都是一個很出名的樂公 用今天的角度來看 應該是流行歌手 唐元宗就看得起李歸年 於是 就送了一些所謂的父弟給他 那後來呢 大家知道唐元宗時發生什麼呢? 安事之戀 之戀之戀等等 李歸年就流落江南 然後就重遇 杜甫 同樣道理 杜甫當時在安事之戀前 學校的才華都是有人想識的 後來也是這樣 自戀走來走去 所以就在江南代替李歸年 所以在整個詩 頭兩句就很清楚了 奇王集裡尋常見 吹九堂前幾度 奇王呢 其實就是唐元宗的弟弟 封叫做奇王 吹九堂的吹九 就是當時的所謂電鐘鑑 吹迪 這兩句呢 剛好就是一個對右的句式 奇王 吹九堂 吹九堂 女就對前 尋對己 常見呢 就對這個動物 剛好是一個對句 當然啦 對偶句呢 在杜甫的詩是相當出名的 用得相當多的 大家有興趣去學律師 像之前說過 需要對偶的 所以 可以多些學 杜甫的詩 或多些在杜甫的詩 好像就懂得去 做這些對偶句 甚至乎 去學玩對戀 好啦 再說回這首詩 他們在江南那裡 即所謂 在地帶三世巨 正式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復軍 即是 又好像很淡淡然 或者是很寬 好風景 即是 那個環境又真的 好像不太差 原來這個 正式江南好風景 正式 然後 又復軍 所謂 整個角度就好像 上上落落 即是 一種 轉 一種轉門 對不對 即是 大家可能看 我用鏡頭 一個放煙花鏡頭 放煙花下面 突然拍下 我又遇到 我又遇到誰 所以整個環境 整首詩裡面 都沒有一個學 寫到 很煙火 很退魂八雅 那種感覺 反而就是 江南好風景 這種是 道府 即是其中一種 所謂 一種 在這首詩裡面 其中一種 很特色的一種 手法 但原來 所謂 所謂 風景 即是我們俗語 主要說風景不適 就生何有異 道府就是想表達這一種 意思 所以 在戰亂之後 從何 不會寫退魂敗壓 而寫這麼好的風景 原來 同樣 安四支聯 所謂 即是唐人中德的盛世時代 即是 首先看到的景章 有此盛世時代 正正的體現 這段 所謂 風景不適 生何有異 那這首詩 即是 所謂 之後的評價 都是相當相當相當高的 因為 全首詩 主要在這裏 一字半句 的雙感 都不會有 那大家 譬如在 雙感 大家可能 如果寫作 想這樣去學 好老實說 它是道府 我們文 就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 好像道府 這種 這麼高明的手法 不妨多些 一讀 還有 道府 很出名的 就是 對 牛居 所謂 正點首詩 奇王宅女尋上邊 吹九頭前幾道文 對得很公平 好像 這些作品 也不妨 多讀 你不一定去寫 對聯的 但是 多讀 多讀 對 寫作 寫完之後 再讀 自己的篇文 都相信它有益處 記得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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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